4月30日15时至5月1日15时 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55例 其中确诊病例51例 无症状感染者4例 朝阳区20例 房山区14例 通州区8例 石井山区5例 海淀区3例 大兴区2例 丰台区1例 京开区1例 顺应区1例 52例为管控人员 1例社区筛查 1例主动监测 1例主动就诊 朝阳区20例感染者情况如下 感染者436 440 444 457 县住均位于朝阳区 均为在校老师 作为感染者143的密解接触者进行集中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感染者436 感染者436 440 临床分型均为轻型 感染者444 457 均为普通型 感染者441 县住朝阳区小洪门乡 台坊村211号 作为感染者364 作为感染者364的密解接触者 进行核酸检测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感染者445 446 为夫妻关系 县住朝阳区 豆果庄乡 陈丰园 6号楼 曾前往顺义区 李隋镇人民公社饺子馆 就餐 感染者445 通过社区核酸筛查发现 感染者446 作为封控区管控人员 进行居家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均为轻型 感染者448 现住址以感染者298相同 绿化队人员 作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感染者450 467 现住均位于朝阳区 在校学生 作为感染者143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先后于4月30日 5月1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均为轻型 感染者451 现住朝阳区东坝乡 金家园地区107号楼 在校学生 作为感染者160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452 现住朝阳区 豆哥庄乡 朝丰家园15号院 作为感染者364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进行核酸检测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感染者456 现住朝阳区 18里电厢 西至河村 173号 感染者406 曾到访其住处 作为管控人员 进行居家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感染者458 459 现住朝阳区 双井街道 广河南里 二条 11楼 护国寺小吃光明桥店 员工 作为感染者165 201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分别为轻型 和中型 感染者464 471 现住朝阳区 18里电厢 红宴 菜市场员工 宿舍楼 作为感染者196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居家隔离 5月1日 感染者464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感染者471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普通型 感染者465 468 现住朝阳区 建外街道 光辉里小区 10号楼 作为感染者237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5月1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 均为轻型 感染者487 现住朝阳区 静松街道 农光东里 22号楼 作为风险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5月1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防山区 14例感染者情况 感染者434 现住防山区 拱城街道 花园向4号楼 作为感染者220的次密接 进行集中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 临床分型为轻型 临床分型为轻型 感染者439 现住防山区 豆电镇 西安庄村 作为感染者227 375的同事 作为风险管控人员 进行核酸检测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普通型 感染者447 现住防山区 豆电镇 渔庄村 作为感染者291的租户 作为风控区 管控人员 进行集中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感染者453 455 为夫妻关系 现住防山区 豆电镇 俩人曾在感染者430 家中没修 作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居家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均为轻型 感染者472 473 475 476 479 484 485 现住 5月29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离 5月1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 4666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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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为感染者412的同事 感染者461和462为夫妻关系 感染者466为感染者412的母亲 作为密切接触者412的母亲 作为密切和次密切 分别进行集中和居家隔离 4月30日感染者460 461诊断为确诊病例 分别为轻型 普通型 5月1日感染者462 463 466 466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 分别为轻型 轻型 普通型 海添区3例感染者情况如下 感染者435 现住海添区东升镇 关林园21号楼2单元 作为感染者323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感染者438 现住海添区温泉镇 白家童小区128号 作为境外病例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感染者443 现住海添区苏家屯镇 北青路68号11号楼 为感染者333的同事 作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通州区8例感染者情况 感染者449 现住通州区余家雾乡 为感染者372的同事 作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核酸检测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感染者454 478 482 现住均位于通州区 感染者454 478 为在校学生 感染者482 为感染者478的母亲 作为感染者237 309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4月30日感染者454 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5月1日 其余感染者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 临床分型均为轻型 感染者483 现住通州区永顺镇 新通家园 永顺镇新通家园 作为感染者333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5月1日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感染者483 现住通州区永顺镇 乔庄西区 为感染者344的同事 作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5月1日 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感染者486 现住通州区 中仓街道 为通州区经贸中心员工 作为封控区人员 进行居家隔离 5月1日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感染者488 为感染者318的家人 现住址 与感染者318相同 作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5月1日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普通型 大兴区两例感染者情况 如下 感染者437 为感染者288的妻子 现住址与感染者288相同 作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感染者477 现住大兴区临海园2号楼 作为感染者358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核酸检测 5月1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丰台区一例感染者情况 如下 感染者442 现住丰台区 常兴店街道 圆博家园 为感染者303的家人 作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经开区一例 感染者情况如下 感染者470 现住经济开发区 荣华街道 科创家园 为感染者288的同事 作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5月1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顺义区一例 感染者情况如下 感染者469 现住顺义区 李隋镇 李庄村 在感染者311 316 428的公司 隔壁工作 作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居家隔离 5月1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